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一个八字 丁卯庚戌务秉承 这个是说他已经逝死了 然后去相亲了 基本上也都没有成功 简单的讲就是说 他的感情是一塌糊涂 家人都很担心 我们来看他来讲的话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他现在在丁魏大运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个本命 他的一个本命 天干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丙火克登金 他的一个地支卯去一合 五火生成土 这是他的一个本质 他的一个本质 所以我们会知道就是说 他的一个本质里面 第一个 他没有财 他没有财的一个情况下 他的食伤又受伤 所以其实一般来说 他的一个财运的一个部分 因为男生的财运代表的是他的感情 他的这一部分 他是偏弱的 可是各位 其实他也不是整个都偏弱 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他在物生大运的时候 这是他之前的一个大运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火生土来生金 他一连相生 地支火生土生金 所以说他在之前的大运 其实是有利于他的一个财运 但是可能 怎样 就是东挑西挑 一直挑 挑到过了以后 进入了丁位 进入丁位的时候 不会 你看 五位在合 他地支剩下一个城 也就是说 他进入这个运以后 就剩下一个样 然后 天干还是一样 火克金的一个情况 那 来讲 我们就要看说 他的一个食伤又受伤的一个情况下 那他来讲的话 要怎么 才可能比较会有桃花呢 我们先看一下四个水 天干 壬癸水 各位 壬水丁壬河 癸水可以用 癸水还可以用 地支子害 全部都被剋死 全部都被剋死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 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说 这是以财运来讲 四个他只能走一个 假如说这样子 我退而求其是食伤 食伤生财 什么时候去追求 可能会比较有机会 我们就要看 以他的这个八字来讲的话 天干 就是可能要走新金 庚金 这是可以的 地支 升金 有金不行 甚有何 还是什么都不见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庚金 新金 这是他明金年 就是庚子年 可是庚子年又破财 所以基本上没效 破财再多的食伤也没用 那就辛丑年 有机会 过来 任淫又不行了 然后过来就是奎卯 所以他要特别去把握 辛丑跟奎卯 这两柱 然后这两年 就是说好好的去 去那个 相亲什么都好 因为他有相亲 又有人喜欢他 可是他又不喜欢 妈就这样子挑啊挑啊挑 他喜欢人家不喜欢 这样挑啊挑啊挑 挑到现在 那事实还是没有 桃花 来讲的话 到最后 我简单来讲 就是奎卯 辛丑 还有机会 不然的话 就等到猴年 还要再等几年 对不对 蜀牛虎兔 龙蛇 马羊 猴 鸡 他还要等到 九年 慢慢等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这个八字 我们就会知道 就是说 他的一个排列组合 确实不利于他的一个桃花 所以像这一种的人 一般来说 他比较适合那一种快速的结婚 不要凸 一旦凸的话 他就很容易又破财 又没有财 又食伤又受伤 又开始又分手 因为毕竟他的一个财本身就偏弱 所以这一种 就比较适合 相亲 马上就结婚 会对他比较有利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